疫情严峻但社会大碍却都一直在 今天包括玉溪地区农会 以及里长特别支持响应华山基金会 陪伴老宝贝送案无距离活动 赠送由绿色照护站学员冯志的端午平安香包 以及近百科的福气纵 支柱华山孤老共同请端午 从筹备到完成 虽然过程中处处受疫情限制 但是今天一切都完备就绪 华山基金会玉旅站上午11点 和支持赞助今年端午节 陪伴老宝贝送爱无距离活动的 玉溪地区农会 以及里长联谊会共同合影记录 陪伴老宝贝送爱无距离 在疫情当下不论是农会加证班 以及绿色照护站学员们 为长辈们缝制平安香包 包福气粽 还是里长联谊会奔走走资源响应 整个准备过程可说是难上加难 大家齐心克服 就是要让玉旅镇的爱持续转动 华山基金会这几年在玉旅来讲 对照顾老人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每年都有赞助 这个种植的部分一年都是300颗 可是今年没有包种植 他把不足的部分跟我讲 那我就捐证了这140颗 我讲里长已经捐了种植嘛 然后我们14位里长 每一个马上就三分三分喊 所以大概半天我们就募到所有的93分 那也外甥也很帮忙就把这一次帮这个华山基金会 疫情严峻 社会爱心也跟着缩水 慈善团体机构也陷入寒冬 玉西地区农会除了辅导推广在地农产 长年来也支持关怀地方弱势 尤其疫情冲击百公百业 玉西地区农会关怀社会弱势的手从不退缩 反而更加扩大 每个家人班的姐姐妈妈都很有爱心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讯息传给家政班以后 我们家政班的班员 还有包含我们绿色招呼站的老大人 也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基于在地回归地方 也是要做一些对社会有一些帮助的事 所以在这个专门家姐这边 除了这个华山基金会之后 也是比如说我们的刘神父这边 这些我们农会旅监市都有一个决定 就是把这个爱心米都会送到这些 这些就是慈善团体向下 进而再来照顾这些地方的老家 华山基金会玉里站原本忧心 这一次认捐端午关怀里恐怕不尽理想 索性玉西地区农会及里长们热烈响应 让这项活动顺利成行 我们也感谢就是各位乡亲 就是有大力支持这部分 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端午节的 那个关怀点目击当中可以更顺利 华山基金会玉里站 常年默默关怀照顾偏乡失衣 失能及失智的独居孤老 生活地方的肯定 玉西地区农会及里长原营会 这一次支持响应 就希望能借此抛转领域 号召在地企业、团体以及大众 认捐端午关怀里 让偏乡独居孤老 也能享受社会的温情 记者是玉兰玉里站采访报道